我来观看来自大纳店的消息 改观卫生局一 北纳国稍为喜欢点 由健康团队学者、营养所和学校资兵 立行早当店店家、人手推动 整个建议早当的菜单 和合同点餐并1点对外文句用品 不用合同吃健康早当的观念 先学期才打开了 大纳店的北纳国稍日前教会家庭亲疏会 向家庭生得吃健康早餐的观念 因为孩子受到家庭的影响通质 那我们发现我们小朋友的过重或毁谤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主人在提升的一个现象 那有可能就是吃得好 但是吃得不健康 月初改观卫生局在后方推动健康渣等计划 以大纳定北纳国稍为喜欢点 由副导团队协助好好照片的渣等点计 推出资安大纳国税集的健康渣等组合 让客户渣等计划 不然北纳国稍集有了警察当店来设计 这一餐里面要至少五类到六大类的食物选择 那再来就是我们没有加工品 然后健康的饮料 比方说我们可能是低糖的原味的或是五糖的 类似这样子的搭配 所以一个早餐大概就是有主食加蛋白质 然后加蔬菜那烹调用油 以及如果它有水果或果干最好可以搭配个牛奶 那一餐里面基本上有五到六类的食物 可以让小孩在这一餐里面 获得最全面最均衡的营养 也没有增加店家的负担 所以其实我们这附近的店家 都有他的社会责任被激发 他会觉得说对 我本来就有在卖这些东西 那我就让他变成一个健康的亮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挥了一个社会社区的团体动力 也就是说家长要进来 学校要进来 那学术界可以进来 营养单位进来 更重要的是店家要进来 而且店家是非常开心 跟我们共存共融 我相信这是一个社区食安介入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乎鱼团队推出几点卡 对外文库用品 已经跟客户参加的议官 他每天摄取健康早餐的同时 收集点数 然后每一个月可以换点 用点数去换他需要的文具跟学用品 以前早餐的话 就是小朋友要吃什么 我们打个电话就让他去订 现在有了这个计划之后 小朋友就会说 我要换不一样的早餐店 我要吃不一样的健康早餐 他懂得要去选 健康团队学家如红毅表示 北南国社区的对象是 他四五年给客户为主 在基盘工作 也将特贵社群媒体行列群组 将健康引识相关的顺势 特贵社群软体行列群组 谢谢大家 好 红朵拿点菜红毋的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